昨天录了一个视频 昨天晚上发了一刹 一晚上我都没发出去 今天早上发的 那么这个视频发完之后呢 有很多朋友来关心说 你把这个东西说那么拓彻的话 得罪在泰国卖房的中介了 然后会对你不利 我说其实没必要这么去考虑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是描述了 关于你找中介买二手房 你会被赚走的钱的组成部分 然而买卖双方 无非就是一个价格问题 就是这个价格你能接受 这个房子你喜欢 也不差这么一些钱吧 对吧 毕竟你要来买房 你如果人不在 你根本买都买不了 你只能找别人帮忙 那你如果你在 然后找中介来买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有些人语言不通 或者是很多细节上面的东西 不懂对不对 这个你找一个 能帮你把这个 整个交易完成的人来帮你买 你付出一定的酬劳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不管怎样 就是不管是电信诈骗也好 或者是买二手车在国内 不管是宁波武汉 对吧 都有各种黑中介 租一个富丽堂皇的一个门面 来骗取客户 把事故车什么的卖给他们 就是已然 这些铺天盖地的消息 都一直在发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人被电信诈骗了 还是有很多人买了一些事故车 所以说 就我发这样的一些内容 并不影响他们生意的 对不对 所以说不用太担心 而且 大部分在西瓜市民上面 或者是经营豆调小棉 想买房的人 他的总价值投入的金额 一般情况下 百分之七八十是不超过 一百万人民币的 甚至百分之九十 都不超过一百万人民币的 也就是你被别人赚走十万 你只要汇率合适 只要房子合适 疫情早点结束 你真有办法去 在这个时间段买了 那以后等疫情结束 你抛售的时候 原则上你不会挥钱 对不对 因为汇率摆在那里了 除非你泰国汇率崩盘 对吧 崩盘的可能性 无非就是战争 又或者是 泰国的这个 No.1 不小心换人了 对吧 又或者是什么 曼谷的某一些产业也好 整个城市也好 受到重大的人为打击 不管是什么 爆炸天灾人祸 各种 那可能会再奔一下盘 毕竟之前在 我的视频里面 已然已经和一位 应该是小姑娘吧 已经堵了 对堵了一下 对吧 说明年年底 他说汇率肯定破5.5 我说汇率肯定破不了5.5 一杯心定乐 已然已经是下注了 所以 要涨 也涨不到太高 要跌 那我们也看到了 对吧 也就这样 所以不用太担心 我的一个个人安全问题 我说我出门带头盔 也只是开玩笑 因为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人 讲究的是利 对不对 我一个人个人的影响力 比如说我现在是千万粉丝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可能我说话就会 相对谨慎一点了 毕竟他的传播面会比较大 你说我现在就1000多号粉丝 关注我的人 绝大部分人都有我微信 然后也在一个群里面 所以只是讲一些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给他们听而已 所以不用太担心 然后我也没有阻止你们 去找中介买房 对吧 因为毕竟中介有时候房源 他获取的这个面 他的这个渠道 肯定要比我们广 因为毕竟他是做专业的 对吧 他们中介和中介事件 也是有个群 不管是俄罗斯中介 泰国中介和中国的一个中介 都有一些group 可以在里面去做交流 分享房源 泰国就是这样子的 很少有什么独家带领卖房的 很少 所以说 没关系 那么 今天这个视频 我想讲一下 关于在泰国生活的一个成本 其实很多博主都发过 在泰国生活的成本 然后看着我又进又进 对吧 然后我在泰国也生活过一段时间 并且在19年的10月份 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民宿 在巴蒂亚 知道我的人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对吧 当时民宿价格 比如说1月1号跨年 像贝斯这种房子 都炒到800块钱人民币一晚上 我照样卖200人民币 250人民币 就是为了图大家一个方便 也没考虑挣太多的一个钱 当然挣不挣钱 那其实是挣钱的 可以肯定是挣钱的 但是不会像其他人那么黑 毕竟这些客流都是来自于贴吧 那都是来找我玩 让我带着玩 我就像一个免费地赔一样的 你知道吧 就属于保姆性的 又是翻译又是保姆 还在一起解决他们出现嫖子纠纷的问题 反正各种的事情 那这个关于做民宿这一块的内容 以后单独说一期 今天来说一下这个生活成本 因为正好今天拿到一个电费账单 这个电费账单把我都吓了一跳 你看以前我说我一个月在泰国就平均每天消费是2500人民币 当时在贴吧的时候有很多人反驳我 就说你他妈中逼 怎么可能一天要花掉2500人民币 我也不去做过多的解释 每个人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不一样 在巴提亚这种城市消费2500人民币一天 而且是平均 那可能有时候更多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并不难 我当时说我说你随便一天两三杯心病乐 一天按摩两三次 我一天按摩两三次是很正常的 当然在这里着重说一下 在巴提亚或者是在泰国按摩少做 尽量少做 我发现我的颈椎和腰椎以前做的太多了 就真的是最少一天三次了 因为陪别人去转去过那些酒吧 这个人高就导致重力受压比较严重 所以说走啊走啊走 走过两三个小时就得找个地方按一下 像这种按摩嘛 你小费肯定给个100-200台铸 再加上金额本身 你就1500台铸就没了 然后再加上每天心病乐 三杯其实也不贵 就600台铸对吧 那基本上就2000台铸 这个是固定的一个消费 然后我提倡的是AA制 不管是吃饭还是去逛酒吧 也都是AA制 那么来玩的人找我来玩 那么肯定要吃得好 但常住的人其实一般不会这么去吃 比如说一顿饭吃掉个四五千台铸 这个是属于很小的一个金额 对吧 所以说有时候三四个人吃四五千台铸 就不会吧 反正人均也就1000到2000台铸 大部分是酒比较贵 我又不喝酒 但是已然定了这个AA的规矩 我肯定会执行下去的 对不对 再加上你偶尔要去装个逼 撒个钱 这就没底了 因为每天晚上几乎都是凌晨三四点到家的 是这样的 所以说一天2500人民币真的是太简单了 而且也没必要撞币 你又不是一天花了25000美金 你说你在这里撞个币 你厉害你有钱 对吧 所以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么如果是正常生活的话 也没有像那些国主说的那么低 比如说外国的物价很低 然后反正要比国内舒适很多等等 那我也不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我以前在一期视频里面说过 我说评论一个城市 它的物价消费高不高 看出租车的价格就知道了 我们知道巴蒂亚打车还是挺贵的 因为它不打表的 那么在曼谷的话 它还是会打表的 曼谷打表不贵 但是它赌对吧 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成本 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低 至少我们二三线城市的价格 和曼谷的一个出租的价格 应该是差不多的 好 那今天拿了一个电费账单 我现在住的是两房的房子 那么泰国的一个电费 基本上区间按照历史来查的话 是2块6泰铢到4块 到多少 4块8泰铢不等 算5块吧 就是反正就1块钱人民币 对吧 那么这个是交给政府的一个电费 那如果说是交给物业 就是物业公司代收 那电表不是国家电网的 那可能就要7泰铢 8泰铢 9泰铢 对不对 那有些别墅呢 它可能会便宜一些 这个电 当然有些也贵 就拿BASE来说的话 BASE的一个电费是4块1一度 4块1泰铢一度 那么阿卡迪亚的电费 是4块5一度 那我们不用去管这个 电费的一个价格 它上下幅度也就这样了 能怎样吧 对不对 我们就按这个度数来算 我一个月一个人 居然消耗了673度的电 一度我朋友怀疑 你是不是身上有什么插孔 就是你这个人是要插电充电的 就我也挺难想象 我一个人一天 一个月能用掉673度电 我都不知道我干嘛了 空调三个房间 客厅加两个房间是有三个 但是我平时就只开一个 而且睡觉的时候 因为冷 不是因为舍不得用电 是因为冷 我必须得把空调关掉 所以它能达到这个度数 我觉得很诧异 于是刚才我下楼去查询了一下 这个电它没有超错 这个表有没有比平时跑得快 我没办法确认 这个我还得和他们跟进 去做进一步审核 然后像BASE的房子 两房 按照我朋友的说法 一个月4000到6000台铸 这个是肯定要有的 但是我以前在BASE住了几个月的两房 我好像就400台铸到1200台铸 那为什么这次用掉3000台铸 就是673度电 所以始终不懂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成本 就要来说说那些说 花一两千人民币就能生存的 就不攻自破 肯定就是假的 除非你真的是天天用电风扇 这个你牛逼 我给你点个赞 因为我开空调我又不做饭 又不会用电磁炉 冰箱24小时通着电的 然后洗衣机的话 三天洗一次衣服 因为也不出门 如果出门的话 每天洗 然后水呢 我朋友的房间 他们是用掉 三个人用掉四吨 我用掉11吨 就是这个水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用那么多 反正水费也就400台铸 100个人民币多不到 这个也都能接受 所以那些花一两千人民币 就能在泰国生存的 你这是在泰国生存 不叫在泰国生活了 所以这里的物价 没有你们想象那么低 然后每个月的开销 也没有你们想象的 那么的便宜 然后我刚才还特意 给一个韩国人打了个电话 我说兄弟 你住的四房的别墅 你没有泳池 你一个月电费多少 他说两千台铸 但是他那个水泵 因为别墅的水 是靠水泵供的 24小时 这个水泵是一直开着的 所以他说 他只有两千台铸 他的单价是四台铸 一度电 我是四块五 那他也就500度电 我673 他家里三口人 我一口人 就搞不懂了 这个就是电费问题 那知道的 就是关于电费的价格 或者是电费的使用情况 为什么有时候 差距那么大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不太懂 因为搜集了各种信息说 每年会有个几次 他们会有公共的 一个电费的分摊 所以平时你用 两千台铸的电 你在某一个月 可能就比较四千台铸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 还有一种什么说法 反正就是你的金额 也会增加 但是一年也就那几次 我那么巧 我住过来一个多月 就碰到了 这我就不懂 那再说吃饭 的确你超市买水果 要比国内便宜很多 但是这个福利 我没有享受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不吃水果的 就我嫌吃水果 比较麻烦 就当你榨成汁 我会喝 但是比如说你香蕉 你剥的时候 你剥完之后 你手上就是粘的 对吧 橘子也是一个道理 然后西瓜的话 吃完之后你还得擦桌子擦嘴 其实地上都是西瓜 西瓜的这个汁 所以水果这个东西 我是真不太爱吃 所以享受不到这样一项福利 那关于饭的话 肯定是叫外卖 如果自己做的话 一顿饭的确要比外面便宜很多 是真的便宜很多 但是也没有低到 你说你 50人民币总要吧 就你如果50人民币也不要的话 你吃的菜也太简单了 就是养生 养生的朋友这么吃 可能可以 反正我是做不到 可能 这个嘴比较挑 这我就不懂了 这就是关于在泰国的一个生活成本 那更不要说你要去养一辆车 什么买保险啊 停车费当然不要钱啊 但是加油6块人民币一升 可能最近6块几吧 不知道 反正也不便宜啊 也挺贵啊 对不对 所以想象什么 在中国生活成本 如果是三四千人民币一个月的 在泰国能变成一两千人民币一个月 是你想多了 那当然那些比较 一直比较节省的一些老人家 这个另当别论啊 会过日子的人 像7-11也好 全家也好 还是一大型的商超也好 他们里面有那种 什么买一送一啊 买二送一啊 这些活动 但我买东西从来不看 除非边上有一个泰国人 他说你买这个洗衣 或者是这个柔顺记 现在买一送一 或者买二送一 你可以买 平时我们哪看得懂呀 看不懂 只知道 如果他标个英文 buy one get three one 对吧 那可能能看懂 其他的一概不止 所以这就是在泰国 很随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成本 真的我觉得 来了两个月 我粗略算了一下 一共花了十一万泰铢 还不算人民币 人民币花在哪呢 就是在超市买东西 你用的是微信支付 包括你点飞向外卖 你也是用的 这个微信支付 包括去医院宴雪啊 都是用的支付宝支付 对吧 这些成本 每个月大概三千人民币 肯定是要的吧 算下来一个月最深一万四人民币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开销 这里面还没有算上房租 房租的话一万泰铢嘛 就是两千人民币嘛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随便和大家聊一聊 所以不要轻信那些博主说的 什么买房子投资回报率高达百分之七 甚至百分之十 在这里生活又血液又便宜 然后怎么样 我告诉你 在这里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孤独 能解决这个孤独问题 你就没问题 我也非常希望来一帮人 来巴提亚 对吧 我们聚在一起打打那种平民麻将 输赢不超过一千人民币的 你要再打小一点 输赢不超过两百人民币都可以 我们无聊到已经打一块钱人民币的 这个麻将了 你节节闷吧 当然如果说疫情开放了 能出去转转了 那我可能就买一辆车 不管眼镜好不好 整个泰国环游一下 我很期待环游泰国 然后就像头条上面的大V Shawn一样 对吧 Shawn我是2020年3月份 回国隔离的时候看到他 当时他没有多少粉丝 直播间也就十几个人 看着他一步一步做起来 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而且的确他开车到处玩 我真的蛮羡慕他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 因为身体好吗 我身体不好对吧 坐一会儿 你看我现在拍这个视频 坐一会儿腰酸背疼 颈椎疼 反正各种疼 哪儿哪儿疼 如果要把我这个身体修好 我认为在中国 没有一两千万人民币 他修不好 所以就这样了 期待疫情早就结束 能环游泰国 必须得去各个地方转一转 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有时候 那些大V拍的一些内容 我是了解的 我是知道的 但是他们的想法和我的想法的角度 真的是天差地别 完全不一样 就可能就是人和人不同 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可能我的想法的思维比较齐巴 所以也就这么一说 各位看客也就这么一听 不用去跟着我的思路节奏走 我是一个比较怪异的人 好 泰国蒙心小张 在这里和你们说再见 拜拜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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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